我妈去世那天 依旧没有见到儿媳妇 自我妈生病开始 柳如烟就一直推脱不来见我妈 如今好不容易答应 却因为要陪竹马吃火锅而拒绝了我 如烟 我妈就想见你一面 她现在真的不行了 我说得快要哭出来 柳如烟却直接挂了我的电话 发了一张火锅的图片给我 流言是蒋言失恋了 她不陪着的话会出事 后来我对她彻底心思 她却跪着求我回头 我在ICU门口来回夺步 拨出去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就在好不容易接通的时候 柳如烟对我说 我现在很忙 你烦不烦啊 你失恋的时候不希望有人陪你吗 我连忙解释说 不是的 你之前答应我要来建言我妈 你也知道她身体 她打断我 所以呢 那是你妈 不是我妈 在你眼里你妈的命是命 蒋言的命就不是命了 李志伟 你不要太自私了 然后电话就被狠狠挂断 我刚想再说些什么 病房里就响起了病危的急救声 一群医生鱼冠而入 检查之后都对我摇着头 你母亲现在还有点意识 最后多说说话吧 谢过医生后 我立马进去 坐在我妈身边 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妈 对不起 她心疼地抬手摸着我的头 而啊 妈最大的愿望就是你开心 幸福 我含着泪点头 我知道啊 所以我想让柳如烟来看一眼我妈 让我妈放心 可柳如烟的心里只有讲言 她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虚的 妈 我知道 我都知道 如烟她 我没能继续说下去 我妈都快走了 我不想骗她 我妈摇了摇头 轻轻地拍着我的手背 至为 要是不高兴不幸福 就不要继续了 人和人过一辈子啊 求的就是心安和舒心 我听得泪如雨下 我妈到死都在宽慰我 好 知道了妈 她点点头 妈饿了 你去给妈弄点粥喝 去吧 我点头答应 刚出门口的时候 突然反应过来 我妈不是想吃 她只是不想在我面前 离开这个世界 冲回去的时候 遗迹已经变成了一条直线 妈 抱着想让柳如烟 来送送我妈的想法 我打开了手机 却看到了柳如烟 给我发的消息 是一张火锅的照片 配着一句刺人心的话 蒋言失恋了 我不陪着的话会出事 我没回 直接拉黑 删除了她所有的好友 我还在奢望什么呢 那天晚上的雨下得很大 想必吃火锅一定很快乐吧 我妈也挺喜欢吃火锅的 第二天 我抱着骨灰盒的时候 雨还没有停 离开火葬场的时候 柳如烟给我打电话 李志伟 你能不能不要闹那些小脾气 昨天我要不陪着蒋言 她有可能会死 你妈就在医院 有什么好急的 她理直气壮 是了 在这场名为爱的感情里 她永远有礼 可我突然不想让她有礼了 也不想继续惯着她了 那你就一直陪着蒋言吧 我们俩分手了 我说完就挂了 以前我巴不得多和她说几句话 现在的我巴不得听不到她的声音 没走出去两步 她又打来了电话 你有完没完了 柳如烟 是不是全世界的人都要围着你转 你才高兴 可能是我的语气不好 对面的柳如烟直接哭出来了 你真的很烦 看到你很烦 听到你的声音也很烦 我厌恶地说出这句话 没有一句不是我的心里话 好 那就这辈子再也不见 分手就分手 李志伟 你不要后悔 说完她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装进口袋 带着我妈去了墓园 我坐在她的墓碑面前说 妈 你放心吧 我肯定过得好好的 放心吧 小老太太明媚的笑容感染着我 离开的时候 雨已经停了 出来的一点点阳光 驱散了我心底的阴质 柳如烟 我放下了 我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公寓 打开门的时候 看到了柳如烟和蒋炎 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起初我是震惊 然后是愤怒 最后的一切都化为了沉默 他们我的房子布置得很漂亮 李志伟 今天是蒋炎和我相识的 第十个纪念日 在我们家过 你没什么意见吧 我紧紧地抱着手里的骨灰 笑着对她说 那你问问我妈同不同意 她刚要拿出电话 蒋炎就拦住了她 然后指了只我手里的骨灰盒 柳如烟一开始是震惊 后来是愤怒 她冲上来扇了我一巴掌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李志伟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 我和蒋炎的关系 我们很清白 你明白吗 我摸着自己滚烫的脸颊 不知道她在委屈什么 在生气什么 明白啊 所以你们清白你们的 滚出我家 柳如烟似乎是被骂的面子 有点挂不住 拉着蒋炎就要走 我在门口拦住她 把你们的垃圾也带走 柳如烟红着眼盯着我 不就是没去看你妈妈 现在陪你去行了吧 她赌气时的说着 完全忽视我手里的骨灰盒 不用 我妈已经见过你了 她说你不配当我的女朋友 更不配当我家的儿媳妇 说完他们还没有收拾垃圾 我把骨灰盒放在了茶几上 然后把他们所有布置的东西 都丢到了楼道 滚吧 柳如烟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头也不回地拉着蒋炎离开了 我站在窗户边看着他们两个离开的身影 心中无限悲凉 明明骨灰盒就在手里 她却装作没看见 为了楼道的整洁 我又出门开始收拾垃圾 因为他们布置得很用心 所以丢出来的东西也不少 我单是扎气球就弄了十几分钟 疲惫地坐在地上时 看到了一盒成人用品 呵 还真是恶心 这就是她口中的清白 我拍了一张照片留作证据 然后抬头就看到了柳如烟站在我面前 怎么 回来收拾罪证呢 我讥讽地看着她 她拿走那盒成人用品 然后甩了我一巴掌 这本就是买给我俩的 你都不信任我了 那就直接扔了就好 随手她就丢进了垃圾桶 柳如烟 人都不是傻子 我看着她没有一丝情绪 她冷笑了一声 对啊 都不是傻子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李志伟 你是没有朋友吗 一直要困着我 我看着她 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是她接受了我所有的好意 用甜言蜜语告诉我所谓的爱情 是可以相信的 是她一声一声地告诉我说 志伟 你妈妈就是我妈妈 我以后和你一起照顾 然后她的照顾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这么多年她都没见过 每次都有借口 而且每次借口都一样 都是蒋言 我们两个重要的日子 都会由蒋言来插一脚 要么一起吃饭 要么她心情不好 非要柳如烟陪着 要么柳如烟直接不来 说自己是生病了 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大学毕业 我和她约定好了毕业旅行 可是然后呢 都已经到了机场 就因为蒋言的一个电话 她直接把我和行李丢在机场 转身就离开了 留我一个满心欢喜的人 然后被泼了冷水 直到航班起飞 我都还冷冷在原地 要不是保安让我离开 我都不知道那么晚了 她本来还和我解释 说什么蒋言病了 需要照顾 我点点头 像个傻子一样满口答应 你没事吧 她生病你照顾照顾 注意安全 自己别生病了 我担忧地对她说 看看如今的她 我不禁觉得自己这些年像个傻子 我们分手吧 我当着她的面把手上的戒指丢进了垃圾桶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她在身后叫了我两声 我没搭理 如她所愿 不过是订了婚的男女朋友 分了不就分了吗 以后再也没有人管她吃喝玩乐 她也开心 我再也不用听一个女的PUA我 刚在沙发上坐下 就收到了蒋言发给我的消息 里面是她抱着哭着的柳如烟的照片 甚至还在我家楼下 我舔了舔后 曹牙回了一句 恭喜你 洗涤垃圾一个 然后也果断删除 蒋言这个人很有趣 当初我加上她好友 是因为柳如烟 说他们是好朋友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那会想着 一家人当然要有联系方式 更何况柳如烟是个孤儿 多一个人爱她 没什么不好的 然后这爱着爱着就爱上了床 睡在一张床上叫清白 吃一个碗里饭的叫清白 是不是哪天还要告诉我 他们两个清白 是因为都是一个妈肚子里出来的 我摸着骨灰盒安抚我妈 妈 让你见笑了 柳如烟她 可能真的不适合我吧 泪水滴到了骨灰盒上 可我还是不甘心 就是不甘心 我付出了那么多 大概到了晚上 柳如烟又回来了 其实挺稀罕的 以前她走都是最少半个月 最后还要我去蒋炎那里说好话 把她请回来 我们分手了 你回来干什么 我语气凉薄 她坐到我身边 志伟 你不就是想让我去见你妈妈吗 我和你去还不行吗 别闹小情绪了 好不好 我们都这么久了 我不知道她吃错了什么药 不光回来了还主动地靠着我 可我闻到她身上的烟味时 顿时明白了 大概又是蒋炎说了什么好话 让柳如烟回来和我继续 然后下一秒就开始出问题 再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对比柳如烟看我和她谁更重要 只可惜这种把戏 我已经看够了 柳如烟 我妈去世了 你要真想见 就去死吧 我抽出了她怀里的手 站在她的面前 她舔着脸说 志伟 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呢 你昨天不才和我说妈妈在医院吗 我笑了笑 说的是啊 昨天还在医院都已经病危了 谁能保证明天还在 更何况今天就已经不在了 李志伟 你真无耻 以前用自己生病骗我 现在用你妈的死威胁我 你是人吗 她红着眼看着我 我没说话直接把她推了出去 爱信不信 反正我妈也不喜欢柳如烟了 我妈喜欢的 是对我好的 而不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女人 她还在外面敲门 说实话我对她很容易心软 所以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要是她坚持了十分钟 我就开门原谅她 我卡着表 十分钟后开了门 门外已经空荡荡的 我自嘲地笑了笑 我到底在期待什么 期待一匹脱疆的野马 有悔过的心思吗 回到屋子里 我看着柳如烟的东西 越看越恶心 想着连夜收拾了 第二天的时候 直接叫人过来搬走 那一晚上彻夜通明 或许有所疲惫 但心里终归是舒服的 弄完之后 发现屋子里面和空荡 没什么区别 原来这些年 我给她买了这么多东西 说来也是 我从月薪三千的文员 干成了月薪过万的小领导 每个月工资全部上交 她买的东西少才怪呢 想来我和她在一起五年 花的钱也有几十万了 更何况她说 还给我们留了一张存钱卡 之前我没有过问 等她来了一起问问 都说明白了 也算是好聚好散 更何况我们分公司 也打算把我调去总部 怎么说未来都是可期的 到了后半夜 我也根本睡不着 闲着没事干 就开始刷短视频 打开的第一眼 就看到了柳如烟发的 一谋文学 爱真的只在爱的时候 才有效吗 下面讲言回复她 宝宝不高兴就来找我 我看了眼时间 是我发了消息之后 我就知道 我明明都知道的 于是我把柳如烟 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 反正不是赔不起 柳如烟在五分钟前回复 宝贝你真好 我笑了笑 直接退出软件 我除了能给自己找不痛快 还能干什么 第二天柳如烟如约而至 她看着空荡荡的房子 问我 我的东西呢 扔了 我漫不经心地说 顺带擦完了最后快肮脏的地方 李志伟 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 你有什么资格 她像是炸了毛的猫 呲牙咧嘴 看着好不丑陋 凭这个房子是我买的 凭我和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被她勾的也有了情绪 她什么都不在乎 只在乎自己 牵扯到她自己利益的 比谁都要急 那好啊 那就一直急着吧 反正我什么都不会再给她了 她慌乱地看着我 李志伟 我们爱了这么多年啊 她似乎很不理解 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 可她凭什么不理解 我们称这样是她一手造成的 爱 我们的爱是什么 是你没日没夜地陪着你的小竹马 还是你风雨兼程 对她的不离不弃 这个我们的爱有什么关系 你是学服装设计的 我记得你说过 你最大的理想 就是给自己的爱人做衣服 希望自己的爱人 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 然后呢 我一字一句地 把现实说给她听 她过了许久也只是说 我只是把你们都当成了家人 我觉得好笑 家人 需要准备一盒T的家人吗 她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李志伟 你别太过分 我笑了笑 过分 今天是你走进这个家门 私闯民宅 谁过分 嫌过分就赶紧滚 她哭着鼻子被我骂出去了 可我还是觉得不痛快 跟出去的时候看到了蒋岩 喝 感情搁这儿唱戏呢 哦对了 柳如烟 我之前在你那存的钱 记得打给我 要不然咱们法庭见 我双手插兜 谁都不爱 她没说话 拉着蒋岩离开了 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 我跟着走了上去 他们到了楼梯的角落里 如烟 我知道你受苦 你不愿意 可是我们两个都是孤儿 你要为了我们的孩子考虑 讲言耐心地安抚柳如烟 我果断打开录音 后面的每一句话 都将会成为我最有力的证据 柳如烟愣了一声 然后就再也没有后续 他们两个真厉害啊 暗度陈仓 孩子都有了 还想让我当接盘侠 难怪一和柳如烟 说什么见我妈她就推脱 原来是心有所属 怕自己在我妈面前暴露了 伤心的事情不能一直继续 我回到公司办理了调职 这个伤心的城市 我大概不会再来了 收拾完东西的时候 来了一个陌生号码 压了之后又打了好多个 喂 我最近心很烦 您好 您是柳如烟女士的朋友吗 她在医院有点事 医院 我心底下意识地心慌了一下 我不想去 可想了想柳如烟身边没人 就当是最后的人之一境了吧 打了个车 我就去了医院 看着柳如烟躺在病床上 苍白地睡眼 她怎么了 我问站在一旁的医生 医生疑惑地看了我一眼 他是过来为了你做人流的 他说他老公说现在不适合流 医生的话让我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 他是我朋友 他有老公 但不是我 我看了一眼病房对医生说 但他似乎并不相信 最后只是无奈地说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玩得开 但是身体还是 至为 医院者的病房传出他苍白的声音 我皱着眉走进去看他 柳如烟 我帮你叫蒋妍过来 毕竟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 有资格知道你的行为 本来还虚弱的他 在我说了之后 直接起来拉住了我的手 是他让我打的 对不起志伟 我不该这样 我不该对你这样 对不起 他哭得梨花待遇 不管是谁看了都会觉得 是我的问题 所以你让医生打电话给我是干什么 我冷眼看着他 我 志伟 我知道错了 我们一起好好的好吗 我陪你一起见妈妈好吗 他拉着我的手 恳求着 说实话 我没见过柳如烟这个样子 他在我面前 永远都高高在上 我心软了 好 我带你去见妈妈 我垂着头答应他 第二天 他起来的大早 也不管自己身体好没好 穿了一身好看的裙子 在我面前晃 谈恋爱五年 他在我面前穿裤子五年 这倒是第一次见到他为了我穿裙子的模样 我这样妈会不会喜欢 会不会太艳了 他在我面前打着圈圈问 我没说话 去牧原的话 大概穿什么都没区别 吃过早饭之后 他拉着我 走了 妈在哪个病房 你快带我去 这句话像是一记铁锤砸在我的心头 我到底在原谅什么呢 我摇了摇头 妈出院了 他笑看着我 然后说 我看我就说吧 人不要把什么死啊活啊的挂在嘴边 你看现在 我们好好的妈都出院了 他高兴的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我也懒得打破 反正真相马上就出现了 我带他出了医院 一路向西到了最大的墓园 站在门口的他愣了一下 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他颤抖着嗓音 你不是要看妈吗 他就在这里面长眠 他向后退了两步 你胡说 妈身体那么好 你胡说 他不愿意相信 或许是他也知道这个事 在我们俩这儿永远都过不去了 他身体不好 他住院已经五六年了 每次想见见你都被你推掉了 现在他看到你了 但我觉得他不喜欢你 柳如烟 我们真的结束了 我望着我妈墓碑的方向 今天正好是头七 我走进去上了一炷香 柳如烟从知道 我妈是真的去世的那一刻 就一直一言不发 我坐在我妈的旁边说 柳如烟 你看我们现在一模一样了 都是没有妈的人了 本来我还想让你有几年妈 可是你不要我也就 我知道柳如烟是孤儿的那一刻 就开始想着弥补她缺失的亲情 可惜啊 五年了 一点机会都没有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我不知道不知道 天打了几声闷雷 我妈去世的那天晚上 你在和蒋言吃火锅 我适当地帮她回忆 那天晚上我求了你很多次 可你一次都不愿意搭理 我甩开她拉着的手 一个人离开了墓园 想赎罪的话 就一直在这里跪着吧 她追出来 跪在我面前 李志伟 是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都不会了 再也不会有了 回去我就和蒋言说清楚 再也没有联系 我冷笑不已 和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 我们结束了 你和蒋言的事情 我不想管了 你差不多就算了 她慌张的 不甘心的 难过地望着我 一点会转的余地都没有嘛 我点点头 我不想再回头了 我已经回头太多次 在原地等待太多次 我累了 我想要开始新的人生 没了 柳如烟 要不然你让我妈复活 我就原谅你 她接受你 我就接受你 我说了句不可能的是 希望她和我一样 不要走回头的路 可突然 她拿出一把小刀 抵在自己的心脏处 求你了 原谅我 她激动地威胁我 情绪崩溃 原来她也会情绪崩溃啊 我拿出手机录像 要干你就干 我录个像 也算是有个证明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真的一点都不爱我了吗 我点点头 不爱了 心早就跟着我妈去尸 就死了 你要是我 你会爱一个 天天往别的男人 怀里跑的女人吗 柳如烟 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们俩从来都没有过 身体接触吧 我冷笑不已 她总是在等等在等等 还以为要等什么 原来是要我等她完够了 可以当接盘侠了 就不用等了 她瘫坐在地上 哭得不能自已 我只觉得心烦 无比的心烦 柳如烟 你好自为之吧 另外 记得把我放在你那的银行卡 还回来 要不然我们 剩下的话我没继续说 其实能从小职员爬成领导 谁身上还没有一点架子和魄力 只是我从前不把这种气景 带给柳如烟 可没想到 在她眼里我居然成了一个无所作为的男人 呵 还真是面对不合适的人怎么做都不合适 李志伟 我真的想和你继续过 她在雨中哭得歇斯底里 我在车里看得无动于衷 感情这事也是很奇妙 当决定不要的时候 就真的一点都不想要 我开车走了 她是一个成年人 总有办法让自己回去的 而我心中笃定的是 蒋延一定会就太于水火 毕竟她曾经和我说过 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可能背叛她 只有蒋延 这辈子都不会背叛 因为她曾经笃定地和我说 蒋延会一辈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坚定不移地选择她 呵 那我就要看看 蒋延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柳如烟干嘛 要她们真是情敌金奸 我倒还是要等她们结婚的时候送个份子钱 车子离开的时候已经下起了大雨 和我擦肩而过的那辆车大概是蒋延的车 我没见过也听过 当初蒋延买车的时候找人设计 为了省钱直接找到柳如烟 那段时间她直接没日没夜地给蒋延设计 可我那会儿准备我们所谓的小窝的时候 她是怎么说的来着 专业的事就要找专业的人 我一个搞服装设计的怎么会室内设计 我那会儿也没皮没脸的 直接说 如烟 你之前不是给蒋延设计车子了吗 我寻思 设计这东西也都八九不离十 她直接给我甩了脸子 你和蒋延能比吗 而且你知道车子设计多不方便交给外人 我总觉得是我自己说错了话 一旦柳如烟生气 我就觉得是我的错 如烟 我知道你和蒋延的感情不一般 但是我希望你们有点边界感 毕竟以后都是要成家的 我苦口婆心地说 不管是站在谁的立场 我都觉得自己说的没问题 可我忽略了一个事情 那就是和我说话的对象是人 而不是两个畜生 每次说到边界感 柳如烟就会对我说 什么叫边界感 如果不是蒋延哥 我连命都没有了 我知道他们这个故事 柳如烟在孤儿院的时候有次发高烧 孤儿院没那么多钱 也不想给柳如烟治病 是蒋延一意孤行 背着柳如烟去了医院 逼着医生给柳如烟治病 从那以后 柳如烟就十分依赖蒋延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我问他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和蒋延在一起呢 他对我摇了摇头 蒋延哥有喜欢的人 我要尊重他 这样才是对他好 我能做的之后 经常陪陪他什么的 也算是报恩了 那会儿我还觉得 柳如烟这个人有情有义 如今看来是什么狗屁的情谊 不过是渣男和烂女人的配对 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柳如烟和蒋延的关系 变得不一般 比如说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蒋延身边有别的女生 我也好奇过 柳如烟只是和我说 蒋延哥是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笑笑不说话 都是男人 到底怎么样算是洁身自好 谁都知道 本以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过去了 可偏偏柳如烟不愿意 他变得越来越不着价 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两个一直住在一起 所以 一日三餐我们都在家里吃 为了他 我专门去学了做菜 他喜欢吃浙江菜 于是我专门去杭州拜师 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 他每天都给蒋延去做菜 而且搞笑的是 他和我是同一个师傅 原来喜欢吃浙江菜的 不是柳如烟 而是蒋延 我第一次给他做浙江菜的时候 他发愣地看着我 你居然也会浙江菜 那以后 蒋延哥那边想吃的话 就你来做吧 反正我们俩是一家人 谁做都可以 我那会儿还满心欢喜 想着能和他在一起做事 就很开心 我要和柳如烟结婚了 怎么着 也会叫蒋延一声大舅哥 一开始叫大舅哥的时候 柳如烟很不高兴 蒋延脸色也不好 还以为是我太自来熟了 把人家叫尴尬了 现在想来 什么叫尴尬了 分明就是人家有着 更不可告人的秘密 滴滴 身后的喇叭声 换回了我的思绪 看着已经结束的红灯 我清去了窗户上的雨水 发动了车子 不管怎么说 现在都结束了 我也没必要再把自己 困在那段虚无的感情中 却不料刚开出去一截 就被一辆红车追尾了 我憋着一口气下了车 刚准备破口大骂 就看到了车内下来的身影 郭瑶 我惊讶地喊了一声名字 他惊讶地看着我 有点语无伦次 李志伟 你怎么 我笑了笑看着他 真是巧了 你又把我追尾了 他气恼地看着我 我只觉得可爱 郭瑶是我的初恋 但是因为他要出国深造 感情就放弃了 郭瑶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没有什么感情 可以干预他的理智 如今回到这个小城市 倒是让我惊讶 巧什么巧 你跟史一样的车技 天天害得别人追尾 我嘎笑了两声 是了 我这个人车技不好 自行车到汽车 哪个车技都不行 平衡感和任路都差得要死 现在都是和柳如烟 在一起练出来的 因为柳如烟不喜欢开车 他说女人天生 就是用来享受的 学纳的东西没用 可我觉得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手里有点技术 总归是好的 喂 这次你总要陪我吃饭了吧 郭瑶气鼓鼓地看着我 我有点失笑 都二十七八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么渣渣呼呼的 你想吃什么 我补偿你 我看着他的脸 不禁想起了过往 那会儿的事 我其实也能放下 但总是有点难以放下 失恋的那段日子 痛不欲生 我舍不得郭瑶 可现实就是要将我们分开 吃小时候的那的闸串 他干净利落地点菜 我点头答应 柳如烟和郭瑶 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郭瑶很好爽 偶尔让我觉得不像个女人 而柳如烟很小女人 但又不是对我 达成一致后 我俩看了眼车子损坏的情况 还行吧 我车有保险 郭瑶看着我 向我提出了解决方案 巧了 我也有 我也有 那这事就交给人家专业的处理好了 说完我们等人过来之后 就打车去吃饭了 李志伟 坐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他情绪不高 怎么了 或许是我对他太过了解 下意识地觉得 他接下来说的话很重要 算了 他欲言又止 他还想找别的话题和我聊 可总是兴致缺缺 给我一种 他见我很开心 但是和我聊东西又很尴尬 我和他之间 有了一道无形的屏障 不是因为分手而导致的 到了闸川店的时候 人已经不少了 我们找了一个并排的位置坐着 记得大一的时候 我们经常来吃 后来分了之后 就没有了 他一边拿菜 一边和我说 偶尔还看我一眼 我端着盘子 仔细地看着他 所以当初 为什么一定要出国呢 我疑惑地问 但也没那么疑惑 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 这么多年 就是天大的事 也该过去了 更何况 柳如烟 也完全地弥补了我的缺失 也算是放下了 他看着我 欲言又止 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事还是不能说吗 我问他 稍微有些急切 他看着我说 先点菜吧 都见面了 哪有那么着急 我呼了口气 说的也是 好 大学时候 我们也是这样吃饭 他点单 我端饭 纳会而过的结局 结账可能都要两个人凑一下 点完之后 走到座位上的时候 发现被人抢了 他拉着我在门口等 我们先 他捂住了我的嘴 当年柳如烟 拿着他和你的私密照 摆在我面前 还有一张怀孕的单子 我当时太生气了 就直接离开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为什么不找我问一下 我拧着没问他 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李志伟 纳会而才多大 十九岁 能有现在这脑子 更何况我出国后 还听室友说 你和柳如烟在一起了 你让我怎么说 我一瞬间的愤怒 被熄灭了 是啊 才十九岁 那你呢 你为什么后来也不找我呢 而是和柳如烟在一起 他扭过头看着我 风吹来的时候 有一次凌乱 我苦思地笑了笑 我看你走得那么决绝 也在和你赌气 凭什么你能那么潇洒地走 我就要跟舔狗一样地追着你 这句话一出 我们俩都沉默了 郭瑶 我 我还想说什么 可是什么都说不出 不说我了 那你现在和柳如烟怎么样 他把话题转移 闸穿老板正好给我们找到了一个位置 谢谢老板 短暂的空隙却让我喘了一口气 还好 我们分手了 我说完这句话就开始品尝记忆中的味道 谈这么多年也能分 我笑了笑 是啊 这么多年也能分 他身边有个男性朋友很越界 我受不了就分了 我告诉他原因 其实这样的事我也没人能说 今天能遇到郭瑶也算是运气好了 那倒是 你这个人独占欲比较强 当然 对人也是真的好 他端起酒杯敬我 我也和他碰杯 今天晚上就当时休息了 有什么以后再说吧 就这样想着 我不自觉地喝多了 到最后的时候 已经快有些看不清人 郭瑶 我真的很喜欢过你 我捧着他的脸 晕晕乎乎的 说完这句话我就倒下了 可能真的是酒不醉人人自醉 梦里居然真的回到了和郭瑶谈恋爱的时候 瑶瑶 谢谢你的出现 场景再一转 回到了我们一起奋战高考的时候 那段日子虽然艰辛 但也过得快乐 最重要的是拿到一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喜悦的心情 瑶瑶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吗 我深情地看着他 李志伟 我们分手吧 我们不合适 场景的转换让我缓不过来 猛地睁开眼 只看到了一闪一闪的白痴灯 水 嗓子甚至有点疼 我这是怎么了 李志伟 你怎么生病了还喝酒了 他的语气里面充满了责怪 瑶瑶 我是做梦了吗 郭瑶怎么在我身边 他走到我身边 探着头看我 还翻了翻我的眼皮 对 就是我 清醒了就起来喝点水 我已经喂过你药了 身上衣服我也帮你换了 我连忙摸了摸自己的身子 果然不是在外面的味道 他吃笑一声 有啥好摸的 你身上哪儿我没见过 然后我又看了看身边的环境 居然是在我家 你怎么知道我家那在哪儿的 我惊呆了 他晃了晃我的手机 拿你的手指打开手机 然后打开外卖APP就好了 很难嘛 我笑了笑 果然 郭瑶真的很了解我 然后一阵密码锁的声音 门被哐当打开 李志伟 我就知道 你果然 华英在看到郭瑶的时候 停下来了 他迅速走上来 把郭瑶推开 你在我老公面前干什么 滚了 郭瑶 当初你离开他 现在回来干什么 很显然 柳如烟把自己当成了女主人 郭瑶看着柳如烟笑了 你还有脸提当年 当年什么 嗯 是你批的照片 还是你污蔑的人 柳如烟像是炸了毛一样 你在胡说什么 嗯 他连说带推 要把郭瑶赶出去 郭瑶拍了拍自己被他碰过的地方 嫌弃地离开了 柳如烟 若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门被关上的时候 我闭住了眼 你来干什么 我们已经分手了 懂 你不知道什么叫分手吗 我怒不可遏 凭什么我要被柳如烟这样的烂人算计 柳如烟哭哭啼啼地看着我 李志伟 我爱你啊 我为了你把我和蒋炎的孩子都打掉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就是想和你过日子就这么难吗 他哭得让我心烦 难道他不出轨不是应该的吗 怎么现在到了他嘴里成了对我的恩赐一样 柳如烟 一个女人最基础的本分就是不出轨 你那么恶心 现在居然和我说要回头 我想站起来把他赶出去 却发现自己病得一点力气都没有 最后还是在他的强制下平静了下来 我知道我现在无能为力 也知道郭瑶离开就是为了给我解决事情的空间 他还愿意接触我 就说明对我还有感情 要不然哪个初恋会反过来照顾 正如柳如烟所说 这两天他都对我寸步不离 衣食住行他都安排得很好 一日三餐都给我做我爱吃的 合理的安排我去外面散心吹风 可我心里的芥蒂并没有因为他的这些行为而消失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还要我说几遍 他猛地站在我前面 啪啪啪给了自己几耳光 我看着无动于衷 这几天他已经很多次这样了 一到我提分手的时候 他就开始这样 我的步步退让好像让他越发的猛烈 志伟 你不别凶我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你什么都不要说 真的 我会给你看到我的诚意的 他说的的时候羽生泪下 可我的心里想的都是郭瑶 郭瑶就不会这样 郭瑶永远都在解决问题 而不是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算了吧算了 强求不来 他为了讨好我 开始带我做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 比如说一起看电影 一起做黏土 一起旅游 可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晚了 曾经他对我做了 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可如今早就为时已晚 柳如烟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事情现在做不合适了 晚上的时候 我很早就困了 可我还是想和他说明白 几句话的事 断了念想 可就在这个时候 郭瑶给我发了短信 别签柳如烟让你签的所有东西 都会出事的 我心慌一下 柳如烟还没有说 郭瑶怎么会知道的 难道 我后趴的背后 吹过一阵凉风 为什么 我立马回复 他回我不方便在手机上说 我闭住了眼 感觉自己活在很大的一张网里 反正你小心 看完最后一条消息之后 我关上了手机 柳如烟最近真的太奇怪了 而我的身体状态也很奇怪 明明每天都在吃药 可是身体却一点都不见得有好转 怎么回事呢 我感受着自己的身体 难道是要有问题吗 晚上的时候都会额外多吃几粒白色的药 柳如烟说是用来消炎的 我看着长得不错 而且柳如烟也没理由直接害死我 我就心安理得地吃了 可现在想想 好像有点奇怪 说干就干 晚上他给我吃药的时候 我把药藏在了舌头下面 在他离开之后 藏到了内裤的小口袋上 昏昏沉沉的感觉又来了 我咬着牙印把这个感觉压了下去 刚想翻身就听到了开门的声音 应该是柳如烟的脚步声 他站在我的身边 一直盯着我 让我觉得身上有刺一般的感觉 智伟 你为什么不能乖乖地听我的话呢 我疑惑地听着他说话 要是你能一直听话就好了 我不过是和自己的恩人在一起了 你有什么介意的呢 你不是最爱我吗 为什么不想我好呢 我心底涌上来一股子怒气 可我知道现在不能发出来 他既然在我面前这样说话 就说明他现在知道我是在昏迷的 我偷偷在被子里攥紧了手 李志伟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 那你就去死吧 他越说越激动 内容也越来越偏颇 跟你那个妈一起去死 你们都该死 实话告诉你吧 你妈早就见过我了 她要我离开你 凭什么 凭什么 我惊呆了 我妈什么时候找过柳如烟 为什么我妈一点都没和我说 我继续保持沉默 听她说更多的东西 你妈说我一个孤儿配不上你 她嫌弃我 我跪下来求她 让她允许我和你在一起 可她就是不愿意 她甚至以死相逼 她似乎捂住了脸 我不敢睁眼 也害怕被她发现什么 可既然你妈不让我跟你在一起 那就不在一起 所以我开始反复地折磨你 一边PUA你 一边和蒋言在一起 反正你妈最喜欢看到的就是 我和别人在一起 再也不打扰你 不 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我妈希望我幸福 她曾经还开心地在我面前跟我聊 以后帮我看孩子什么的 她怎么可能不希望我结婚成家 你一定好奇为什么你妈在你面前不是这副模样 我也能告诉你 因为你妈就是一个恶魔 真正的恶魔 如果不是现在不能醒来 我一定站起来质问她 她有什么资格说 门口响起了敲门声 柳如烟连忙去开门 你怎么才来 东西准备好了吗 来人一言不发 稀稀素素地放下了很多东西才开始讲话 我来的时候遇到了她那的初恋 当初我们最难搞的就是她 是蒋炎的声音 只不过有些低沉 那怎么办 难道被她发现了 只要她神志不清签了字就行 药已经吃了几天差不多了 柳如烟着急地说 你慢点 你身子不好 这次让你来也是辛苦了 蒋炎的身体不好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柳如烟说过 我这身体从小到大就这样 柳如烟应该是一把抱了上去 什么从小到大就这样 要不是当年你为了救我 怎么可能会这样 柳如烟说着说着哭了 他们在我家的沙发上坐了一次 喝 还真是恶心 如烟 要是我们的宝宝能要就好了 蒋炎心疼地说出了这句话 笑死了 我居然真的是他们play的一环 没办法 我先天性容易流产 我没办法 蒋炎哥 我也想和你一直有个孩子 他说的时候 与其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还真是有意思 这么多年我连碰都没碰过他 他们两个现在在这儿说这个 不过对于柳如烟我也不是不想碰 有一次都到最后一步了 我还是硬不起来 这些年我和柳如烟一次都没有 为了柳如烟的身体健康 我还专门去医院找了医生 最后怎么看身体都没问题 既然身体没问题 那有问题的就是心理 我从心底里抵触柳如烟 但因为这样的现实 我变得更加愧疚 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是我没能让他在身体上感受到愉悦 身为一个男人 我很自责 从那之后 我对他更加的百意百顺 也是从那之后 他和蒋炎的事情 只要不太过分 我都当做是不知道 可偏偏他一面答应我 要去见我妈 一面有心理讨厌着我妈 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呢 直接说出来我去调节 调节不了婆媳不见面 又能怎么样 两个人对我来说都很重要 我站在门口 听着他们讨论要我怎么死 顺带我还听到了 原来这些年里 我存的钱都被他们两个用完了 思索片刻 我又捏手捏脚地回到了床上 还是要想办法联系到郭瑶 可是手机已经被柳如妍拿走了 我闭着眼 既然知道了真相 我的心里反而释然了 半夜的时候我醒来 看到了一束光芒照进了我的房间 走到窗户旁的时候看到了郭瑶 我们两个高中的时候 很喜欢玩福尔摩斯密码机 一闪一闪的都代表着不一样的意思 他看到我站在窗户边的时候 换了灯闪 我在心里跟着他的频率翻译 你终于醒了 感觉怎么样 以后的药都不要吃了 现在先想办法把你救下来 要不然你跳楼吧 反正你家就在三楼 看着看着我突然就笑了出来 这丫头怎么还和以前一样呢 想一出是一出 我现在又不是十几岁的小伙子 哪来的那么好的身体 更何况现在还在生病 我对着窗户拜了拜手 他关了灯 然后又闪了好几下 楼下的大爷推开窗户骂 哪家的熊孩子 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玩手电筒 郭瑶插着腰气哄哄地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笑得停不下来 明明现在处于生死之间 可心情却格外的舒坦 既然已经联系上了 那也就距离见面不远了 早上的时候我听着声音醒来 柳如烟已经做好了早餐 确实是我喜欢的 今天豆浆油条 明天鸡蛋灌饼 后天手抓饼 有时候好还做一座豆腐脑 以前我居然都不知道 他会这么花样 你以前想过给我做早餐吗 我抬眼看着他 想过 但是我觉得好的爱情 是相互扶持 所以我们各自照顾好自己 就是最好的状态 更何况你喜欢的东西 有时候我也不一定会 我低头笑了笑 柳如烟 你知道这些年 你给自己找了多少借口吗 关于我的你都不行都不能都不会 关于蒋炎的你都可以 你都行你都会 你不觉得有点太好笑了吗 我失笑地看着他 他倒是认真的看着我 有点生气 智伟 我之前就和你说过 因为我和蒋炎一起长大 我了解他 所以我对他做什么心里都有数 我表示认同 他什么都知道 最起码关于蒋炎 我们在一起五年 你就是每天了解一点 你都能全部知道 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 完全没有以往心痛的感觉 都说男人不要攀比 可这叫攀比吗 智伟 我 我打断了他想说的话 你不用再说什么 我知道你心里没我 你心里有谁 你就找谁 行吗 别再靠近我了 我都不纠缠你了 你还缠着我干什么呢 我语气卑微地问 他看着我 眼睛里面闪着泪花 不过有些真相我想知道 你愿意告诉我吗 他睁大了眼睛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也不气恼 反正他瞒着我的事情 已经不是一件两件了 我把我想知道的问了就行 我觉得当初我们的相遇很巧 你是怎么知道 过要离开我了的 我直接开门见山 现在已经不是以前了 以前的试探是为了挽留 可如今我只想知道真相 然后分开 我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然后偶然看到了你的照片 一见钟情 觉得很喜欢就设事 可他说的时候像是在被词 明明如果一个人觉得回忆美好的话 只会在原有事件上说得更有情感 可是很明显 柳如烟不是这样的 一见钟情 那为什么那时候的你知道我那么多的喜好 这才是我最痛苦的 那段时间的柳如烟 简直就是我的完美爱人 他知道我的一切 吃喝玩乐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卡在最合理的点上 我觉得我和他无比的合拍 以至于那段时间都在思考 是不是因为失去了锅药 所以老天爷又给了我一个柳如烟 柳如烟没说话 或许是巧合吧 那段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想那样对你 他笑着说 可是很假 我喜欢吃辣 柳如烟不喜欢吃 我喜欢火锅 柳如烟也不喜欢 穿衣服我皮肤敏感 穿不了麻布的 可柳如烟很喜欢 明明有那么多截然相反的喜好 可偏偏就是这样相处下来了 因为他把每一个度都把握得很好 他走到我面前 拉着我的胳膊说 智伟 当初的你破碎而又坚强 我觉得这样的你不应该被抑郁症打到 更不应该因为一个女人而有了抑郁症 我心跳得有些快 是啊 当初因为郭瑶离开 我患上了很严重的抑郁症 每天都要去郭瑶练舞的舞蹈室门口坐着 才能睡着 醒来的时候 除了无声的哭泣 还是哭泣 那段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我的心里只有郭瑶 想见到郭瑶 想要问郭瑶为什么 后来柳如烟像是一束光闯入了我的世界 可如果这束光的存在是因为设计 那我又该有多恨呢 我又该怎么面对郭瑶呢 是啊 那段日子没有你可怎么办呢 我无神地看着前方 柳如烟 我承认你对我所有的照顾 可现在的我们不合适了 你要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出来 我能满足的尽量满足 好吗 我无力地说着 事到如今 我猜得也差不多了 现在的我只想赶快结束 我想找到郭瑶 不求什么重归于好 只求真相大白 柳如烟看着我 说了声对不起 直到他拿了一份保险给我 志伟 你把他签了 只要意外受个伤就行 我需要这一百万 真的 我看了一眼那份保单 倒是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关系 只要两个人认识签了就行 柳如烟 要是我死了呢 我冷眼看着他 心底的不可置信 一分都没有表露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五年 到底是在和什么样的一个畜生在一起 也不知道这五年都在付出什么 他心虚地看着我说 不会的 就是车撞一下什么的 只要保单生效就可以了 我笑不出声 也答应不了 我死了没人负责 我活着自己受罪 我不接受 更何况这些年 我给你的钱也不止这个数了 我冷漠地看着他 如果他这么缺那个钱 那剩下的钱都去哪里了 前两年工资低 可后面工资起来之后 怎么说也攒了两百多万 蒋言哥他之前心情不好 我都给他了 他说的理所当然 可这钱没有一分是他赚的 难怪舍不得分手 他舍不得的不是我 而是我手里的钱 我咬着牙坐起来给了他一巴掌 你有什么资格把我的钱给他用 啊 鸡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喉咙涌上来的心田 让我意识到或许他们给我下的药 不是我能想得到的 我躺在床上笑了起来 多好笑啊 我心心念念的女人 为了别的男的要给我买保险 要搞死我 柳如烟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为什么 他不停地摇着头 因为我爱你啊 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不好吗 我爱你也爱蒋言哥 你爱我 蒋言哥也爱我 我们三个在一起不好吗 我不理解 为什么不可以呢 大家都做一家人不好吗 我突然明白了 柳如烟是一个没有正常三观的人 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所以觉得大家怎么样在一起都可以 就像有些孩子 因为父母是会出轨的 所以觉得自己出轨也可以 真正意义上的复制粘贴 而柳如烟 复制粘贴的就是那些理念 很完整 柳如烟 你知道夫妻是一对一的吗 他点点头 可是你们都很爱我 我也很爱你们 我只是想给你们两个嫁 我到底有什么错呢 他皱着眉 哭得可怜兮兮 那我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可以吗 我问他 他连忙摇头 不可以 你是我的 当初是我的 现在还是我的 以后也一样 你一直都要是我的 除了不正常的三观 还有着变态一样的控制欲 那为什么我不可以 而你可以 他看着我无辜地说 你是在说郭瑶吗 他不爱你的 我把我们俩的床照发给他 他直接就不要你了 他怎么会爱你 爱你的人希望更多的人爱你 我捂着自己的嘴笑 笑得笑得哭了出来 爱这个字还真是能被人扭曲 连忠诚和贞洁都不在意的人 怎么配谈爱这个字呢 什么床照 我依旧保持疑惑 既然他把真相说了出来 那我就一定要知道 既然都说出来了 也不妨告诉你 我看上你之后 就辟了我们两个的床照 给郭瑶看 他差点泣进了医院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无比骄傲 骄傲什么呢 骄傲于自己破坏了别人的感情吗 好恶心啊 真的好恶心 你知道你的行为 是在破坏我和郭瑶的感情吗 我们两个怎么样都和你没关系 你懂吗 我试图摆正他的三观 只可惜都是徒劳 不行 因为我爱你 李志伟 你是我的 哪怕我不爱你了 你也不能和别人在一起 上次郭瑶送你回来 我很生气 你以后不要这样做了 你放心 要是你残疾了什么的 我和蒋炎哥会照顾你的 蒋炎哥说了 你和我们是一家人 我放弃了和他交流 知道他真实的面孔之后 我选择了自救 既然郭瑶知道我被关起来了 那他一定也在想办法 可目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报警 是一家人 蒋炎这句话说的倒是没问题 吃我的喝我的 还要花我的用我的 他挺厉害的 柳如烟以为我在夸蒋炎 眼里突然浮现出了仰慕的神情 我也觉得蒋炎哥厉害 他什么都会 只可惜我配不上他 我们只能这样在一起 我闭上了眼 不想再听下去了 太恶心的三观 闭眼之后 柳如烟又说了一会儿 然后就离开了 我看着天花板 从身下摸出了录音笔 之前是为了记录美好 所以买了一支录音笔 如今却没想到会用在这种场合 中午和晚上我都更加听话 只是那样我再也没吃一口 没吃药的我感觉自己浑身轻松 到了晚上大概都没有十点钟 柳如烟又要我睡觉 智伟 再坚持坚持 只要你到达那个程度 我们可以拿到钱就好了 我别过头 不想和他说话 有时候沉默是真的无敌 知道了 我困了 他看了眼我就离开了 我闭着眼 一句话都不想说 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闷在被子里喃喃自语 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讲言又来了 我都不该说自己到底算个什么 牛头人还是绿帽奴 最起码之前都站一点 等到夜深的时候 我偷偷打开窗户 看着站在草坪上的郭瑶 不尽想笑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都是我站在宿舍楼下看他 等他 如今换成了他 倒真是不知道有什么感想 我给录音笔包了好几层纸 既希望于从三楼丢下去 不会摔坏 扔下去的时候 我似乎听到了一声嘶的声音 郭瑶生气地对着我打灯 你可真会扔啊 直接丢到我头上 你等着 等你出来了 我不收拾你 我看着他说的话 不禁笑了出来 嗯 等我出去随便给你收拾 所有的误会 我们都说清楚 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 凡事都是势在人为 郭瑶离开之后 我躺在床上 外面的天可真好啊 月亮都是圆圆的 我喜欢夜晚看星星月亮 那样可以净化人的心灵 就像胡彦斌唱的月光 我就很喜欢 只可惜 柳如烟不喜欢 他觉得月亮太轻了 偶然一次他喝醉酒 我倒也听到了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孤儿院的妈妈说 他是他妈妈晚上的时候 丢出来的 这句话成了他一辈子的 伤痛和烙印 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 来夹住我 索性现在还有机会离开 要是这一辈子 都被蹉跎在这里 我该是多么的可怜 迷迷糊糊的我又睡着了 梦里的母亲 是那样的和蔼可亲 身边陪着我的女人 是郭瑶 突然柳如烟带着蒋炎 冲进了我们的世界 拿着刀子四处乱滑 我妈为了救我 被柳如烟捅了四刀 而郭瑶也被伤到了 可柳如烟像是杀红了眼 把刀子丢到我面前 要我拿着给自己的心脏来一刀 就在我快要拿起刀子的时候 我手里变成了一朵花 这朵花变成了一片虚无 最后只留下我妈说的话 儿啊 料幸福 我哭得上其不接下 哭到嗓子哑 第二天早上 我依旧按照惯例 起来吃东西 或许今天有什么特殊性 蒋炎居然这么早就走 我想吃城南的那家汤包 你去帮我买好吗 我问着柳如烟 堂起纠结了片刻 决定就出门了 他回来的时候 郭瑶已经来过了 我们两个商量了一个合理的方案 他说 录音笔已经交给了警方 柳如烟这样的行为 已经算得上市拘留 再加上那个保险的事情 怎么说都算得上市想要杀人了 郭瑶和我说警方决定下午来 理由就是郭瑶找我 但是没找到 怎么样都联系不上 身为前女友心里还有惦记 我其实想问问 这话到底只是理由 还是也有感情 但是郭瑶说我不正经 人都快死了 还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撇了撇嘴 我就是死了 我也想要一份真挚的爱情 他离开的时候 掏了一块曲奇饼干给我 这几天你应该都没有吃好 我自己做了点东西给你吃 他冷着脸 可曲奇还新鲜着 嘴硬心软的女人 他当年心里受的伤 怕是不比我少 我心疼地看着他 快点结束吧 这场虚假的爱情 下午警察来的时候 柳如烟蒙了 他不知道我身边 居然还有人找 在听到是郭瑶之后 立马炸毛了 他一个外人 找我老公干什么 他对着警察吼 然后郭瑶出现了 不好意思 我不是以什么前女友的身份 找他的 而是以他的新领导来找他的 郭瑶挑着没看我 很显然 他把我也骗了 但听完之后我明白了 合着我升职 完全是因为郭瑶给我走后门啊 这我就有点离谱了 明明我那么努力 如今看过来 居然像是被包养 事情就是这样 他本来应该前天到总部任职 但是他人没来 我们公司出于对员工生命安全的考虑 决定打电话联系 但是连续三天都没有找到 所以我决定报警 他挽着双臂看着我 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我看着想笑 都多大的人了 居然还像个孩子一样 这事都偷摸着不和我说 你要升职了 柳如烟正正的看着我 我点点头 对啊 去总部当经理 本来打算和你说 但是你一直忙着赔蒋言 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我虚弱的张口 在警察面前 我还是要表现得真实一点 最终还是苦涩地笑了笑 不知道也挺好 现在知道了打脸才够彻底 他知道我工作的上升阶梯 在总部当经理 怎么说也是年薪三四百万的 他转头对警察说 警察先生 这就是我们的家务事 可以自己处理的 你们先离开吧 警察看看柳如烟 又看看郭瑶 柳小姐 我们来找李先生只是顺路 这次来主要是找你 或者说我们已经找你很久了 我和郭瑶都愣住了 柳如烟能和警察有什么关系 你的大概是朋友吧 开公司搞小赌场 法人写的是你的名字 我们这边需要你走一趟 柳如烟突然就倒在了沙发上 哪个朋友 他叫什么 柳如烟有点发懵地问 按理来说 人第一下的认知应该是抗拒 毕竟是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那么大的一顶帽子扣上来 更何况这个数额大概率是不少的 要不然警察也不会专门找上来 郭瑶看着我眨眼睛 意思是在问我到底怎么回事 我靠在床上摇了摇头 天地良心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柳如烟到底怎么回事 你要说出来我们还能帮你 我问柳如烟 算是买卖不在人意在 只要他说出来 或许我还可以帮一帮 我不知道 说完之后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不清楚是他不知道还是在隐瞒 警察看着我们一团乱 终于找到了那个人的名字 那个人叫蒋炎 但是他现在已经出国了 就在今天早上六点钟 我心中一颤 那意思是蒋炎昨天晚上还在国内 但是早上就离开了 不对 这很不合理 蒋炎不是这种人 他是一个极其骄傲 极其自负的男人 怎么说 警察问柳如烟 柳如烟摇摇摇头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和我说只是普通的生意 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 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 于是我开始猛烈咳嗽 郭瑶着急地把我带走 警察同志 你们要问就继续问 我的员工就先带去医院了 警察同志看了一眼之后 就放走了 我坐在郭瑶车里的时候 闭上了眼睛 哟 就这么不想看到我 一股子阴阳怪气的味儿 我笑着看他 你这说的什么话 你这天天晚上打着灯骂我 真以为我不知道呢 他哼了一声就没说话了 我继续闭着眼睛 一个急刹车让我突然想起了不一样的地方 你和警察说 不要管柳如烟 只需要在后面跟踪就行 说话的时候就说是找错了人 郭瑶白了我一眼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 我跟个波浪谷一样去摇头 可不敢继续霍霍 毕竟这可是我的真领导 以后心碎什么的都要看他心情 但他还是按照我说的做了 最后警察在凌晨的时候 抓到了本来应该在国外的讲言 我笑得合不拢嘴 郭瑶问我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笑看着他 你猜 然后就遭受了一通报答 我气鼓鼓地看着他 皮不皮了 他跪在我的腿上问我 我连忙摇头 女王大人饶命 小的再也不敢了 他才一副看小狗的模样放开了我 这才乖 快说 你怎么知道讲言没走呢 他说的急切 我磕了两声 看到拳头之后才老老实实地说 他们两个都想要给我买保险 把我弄死了 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我身上能捞的钱呢 去国外怕不是只是一个幌子 留在国内才是真的 或许这几天 他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实验 是就为了迷惑警方 郭瑶还是不大明白 意思就是 他们就是为了捞我的钱 但是又怕被警察抓住 但是他们开公司搞钱什么的 也都是真实的 换句话说 这个锅可能本来是要扣在我头上的 只不过可能没那么简单 郭瑶明白了 说简单了 就是两个人想要偷梁换住 但是没成功 那你之后准备怎么办 万一他们还要把你抓紧去怎么搞 我气定神闲地摇了摇头 然后点了点他 你手里有录音笔 里面都是他们的罪证 我们家在法律上 虽然没有什么出轨罪之类的 但是人心里都有感称 知道什么叫道德败坏 就这么简单 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当他们想用法律压我的时候 我选择用道德 法律是死的 可是道德是灵活的 事情很快也就结束了 警察把我带走 问了几句话就放了 我在审讯室的窗户 那看着柳如烟 他会被放出来吗 我问着身边的警察 他对我点了点头 他算是受害者 会被放出来的 我笑了笑 柳如烟的爱还真是浅得很 还以为他会顶罪什么的 后来和警察闲聊的时候 我发现 原来是柳如烟 为了把自己摘干净 亲自把奖 严功出去的 我突然不知道是该哭 还是该笑 这么抽象 而且离谱的事情 居然被我遇上了 但是柳如烟 还是要被拘留几天的 那他过几天就出来了吗 郭瑶问我 我点点头 是要出来的 他做的事 属于是很恶劣 但是没有触发 什么法律底线 郭瑶白了我一眼 那你呢 要升职吗 他没好气地问我 我笑看着他 早知道上次是你 我早就走后门了 那还能等到这个时候啊 他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也还是你能力够 当初我在总部选人的时候 力挺你 也是你业绩好看 你一个人产值几千万 一年给你一百 那也太少了 我笑了笑 我当然知道 努力会收获什么 只不过曾经努力 是为了所谓的家庭 而今的努力 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爱 要是这样优秀的人 能和我在一起就好了 我点点头 是啊 要是这么优秀的人 能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他惊讶地看着我说 你再说一遍 我耐着性子说 要是这么优秀的人 能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我停了一下 没听懂吗 郭瑶 我说要是我能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你听懂了吗 他的小脸嗖得红了起来 真的吗 你还想要和我在一起吗 我点点头 我想和你在一起 曾经 现在 未来 每时每刻 我都想和你在一起 他看着我热泪盈眶 点起脚尖 亲吻在我的脸颊上 然后从包里 拿出一个戒指项链 还记得吗 这是当初你送我的 你说你娶我的时候 一定会亲自给我戴上 他话都说不利索 我哑然失笑 我说过的 只要我和他能好好的在一起 一切的一切 都只会变得更好 我深情地望着他 慢慢地把项链上的戒指 取了下来 是一个对戒 给他戴上之后 他几乎要感动地哭了出来 是了 也是在郭瑶身上 我才感受到 这种爱情的魅力 柳如烟给的更多的 还是陪伴 我紧紧地抱着郭瑶 瑶瑶 我不想再失去你了 我闷在他的肩膀上说 他把我摆正 然后深情地看着我 不会的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真的 现在的我 除了是你的女朋友 还是你的上司 我点点头 心里生起了一种 失而复得的感觉 回到家里的时候 郭瑶可算是 对我阴阳怪弃了一大把 瑶瑶瑶 当初和我一起 肯馒头的男人 现在都可以给别的女人 买房子了 我像是被 阎形拷打一样 坐在沙发上 没有 没写他名字 郭瑶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 直接坐到了我的腿上 那你们到底 突然一下子 他就羞红了脸 而我还一脸蒙蔽 这咋突然就红起来了 到底什么 我呆呆地问 他没好气地看着我 我们两个分手了 你中间谈了 我该问问什么的 不正常吗 我突然灵光一现 但还是没想到 Emma 难道我已经落伍了 哎呀 鱼目脑袋 你们到底有没有睡 他气鼓鼓地问我 我疑惑地啊了一声 然后回答 没有 绝对没有 我在他面前都应不起来 郭瑶疑惑地看着我 真的 我点点头 比珍珠还真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就是心理上过不去那个砍 那段很重很重的抑郁症之后 其实我对女人都不感兴趣了 说白了 或许我也真的把柳如烟 当成是一个妹子 要不然 怎么能对他出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是郭瑶出轨了 停 不能想了 我觉得我会把郭瑶和小三 一起嘎掉 而且毫不犹豫 什么心理上的砍 他心疼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都过去了 就不用说了 他也没多追问 我们两个不成文的默契 不愿意说的就不说 想说了再说 晚上他给我做了 很好吃的奶油蘑菇一面 你这在国外厨艺精进不少啊 我由衷地赞美 想想当初煮个泡面的小姑娘 已经变成了可以自己下厨的人了 他挑眉看着我 那是你不知道 棒子国的饭 根本不是给人吃的 一天天的从早到晚都是白菜 给我把白菜吃伤了 我笑看着他 那你这也不是我们国家的菜啊 他理所应当地点头 因为我贪吃 所以放假的时候到处跑着吃 然后还和师傅学 我现在会的可多了 你呢 你还会做西餐吗 我愣了一下 有点手生了 柳如烟不喜欢吃西餐 我几乎从来没有做过 你想吃我可以给你做 只做给你吃 我看着他想了想说 他不满意地看着我 你有心事瞒着我 我哑然失笑 郭瑶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关于我的各种情绪 他都可以抓得明明白白 我吐了口气 很久没做了 有点手生 但是可以试试 那你会做什么菜 他直接问出了最关键的东西 我想了一下 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浙江菜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那看来你挺喜欢讲言的 我刚喝了一口汽水 差点喷了出来 他好心地递了一张纸给我 怎么了 我查过柳如烟 他喜欢吃川菜 辣口的 喜欢吃浙江菜的是讲言 他认真地看着我 阐述一个客观事实 不是我说宝贝 你查得这么细的吗 我拧着没开口 有一种在他面前脱光衣服的感觉 他认真地点头 这次我来找你的有目的的 目的就是要和你结婚 我已经处理好了我父母那边的事情 我突然有一种被架在火上的感觉 这么着急 我都还没有准备好 甚至有点语无伦次 当然 我并不是在催婚 我知道阿姨刚去世 所以我们慢慢来 我点点头 居然还有人关注 我妈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阿姨当初找过我 她希望我可以相信你 所以我和阿姨吵了一架 她也见过你的那些私密照片 只不过她和我铁板钉钉说 她的儿子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可我没办法相信 我总认为事实大于雄变 更何况你那慧儿 也一直和她相约 我见过很多次 你们在一起的模样 所以对不起 当初我没能直接找你说清楚 是我的问题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能怪谁 我妈确实了解我 可是我也没办法继续坚持下去 我心中怅然若失 原来真的就是这些小事啊 早知道当初就处理了 我三两口吃完剩下的面 然后抱着她反复地说对不起 她被我弄得喜笑颜开 行李什么的收拾差不多了 不早了 睡会儿吧 她心疼地看着我 我点点头 之前柳如烟给我吃的药 还没有代谢完 说实话 身体确实没有怎么恢复过来 在床上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也可能是因为在郭瑶身边睡得安心 后来的几天 我们把这个城市逛了逛就离开了 到机场的时候 看到了等着我的柳如烟 我看了眼郭瑶 你们的事情有些还没结束 你找她说清楚吧 我刚准备走上前去 柳如烟就走到前面 拉着郭瑶离开了 我一脸焦急地看着 瑶瑶 她扭头看着我 没事的 她说就找我聊点东西 我缓了一口气 但又提了起来 会说什么呢 应该不会是那年抑郁症的事情吧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在的方向 算了 要是被知道了就坦白从宽 耗着的时间也很漫长 手机震动 倒是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看了上面的电话号码很陌生 刚准备压掉 可又很闲 要是诈骗电话的话 我就接起来骂一顿 然后火速挂断 抱着这样的心思 我接了那的电话 喂 你要卖什么产品啊呀 我跳儿郎当的 对面沉默不言 后来在我的逼迫之下 开始说话了 是我 她都不需要说自己叫什么 这颗在我骨子里的声音 实在是太熟悉了 讲言 你找我干什么 我提高了理智 这是个难对付的主 你不好奇当年的真相吗 她倾笑着问我 像是一个恶魔 当年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 谁想知道啊 我不耐烦地说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 糊里糊涂也挺好 可她并不打算 给我这个机会 我只好洗耳恭听 可东西却是越听越不对劲 你说什么 你的意思 当初柳如烟是真的喜欢我 但是因为你知道她分不清自己的感情 所以就想了计谋来告诉她 把她当成好骗的那种小女人 我觉得好气又好笑 真的很好笑 怎么会是这样的真相 对啊 柳如烟有情感认知障碍 她分不清什么叫爱情 什么叫亲情 她只知道你对她好 她就喜欢你 我沉默了 我想过各种各样的可能 但唯独这种没有 那你们的孩子 她倾笑一声 是因为她想要用身体暴打我 非要给我的 难道她对你没有过这样吗 我沉默了 柳如烟当然对我有过 只不过我硬不起来 反而她还对我嘲笑了一番 搞得我后面对这个事情也不感兴趣了 我要死了 柳如烟她还活着 我希望你可以把她当成妹妹照顾她 我连忙回绝 抱歉 我不接受 就他们做的那些傻逼事 怕是真的只有脑子不好的人 才回去原谅吧 她有病是她的事 和我没关系 你要死也是你的事 和我更没关系 更何况 我累了 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像是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下来 既然有病就努力治病 不要在外面祸害好男孩 她看我怎么都说不通 最终还是无奈地挂了电话 我知道蒋炎背叛的是死刑 她害死了多少人 更何况我也了解到 蒋炎做了多少恶心人的事情 我这边结束了 可郭瑶还没出来 我的心中不免有些担忧 一直张望着那个地方 过了很久 郭瑶猜出来 她心情不是很好 甚至说都是比较差的 我看到她的时候 匆匆走上前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情绪怎么这么不高 她含着泪摇摇头 而身边的柳如烟一言不发 你和她说什么了 我怒不可遏 直接抓住了柳如烟的领子 我不允许有任何人伤害郭瑶 哪怕是我自己都不行 就在下一秒 郭瑶对着柳如烟说 谢谢你 这件事上谢谢你 我愣了 你们两个当着我的面打哑咪 真的很过分啊 然后郭瑶把我带走了 我们办理完登机之后 坐在一个比较隐蔽的角落里 郭瑶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心疼 到底怎么了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心疼 我拉着她的胳膊 哄了又哄 她没说话 直接掀开了我的袖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 乖乖 真给知道了 胳膊上的蜈蚣一般的疤痕显示着 对不起 她垂着双眸 我呼了一口气 没事没事 多大点事啊宝贝 你现在信我离不开你了吧 我要离开你命就没了 她点点头 还是笑不出来 她到底和你说什么了 我要去找她 怎么能让我老婆生气难过 我装模作样的起身 过要连忙拦住我 其实没什么 就是一些你治疗时候的记录和图片 你知道的 我看着心疼 我不知道我直接离开你 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对不起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们有什么话就好好说 我再也不要因为误会伤害你了 说的说的后面就哭了出来 我心疼地抱着她 我当然知道她心疼 才没有和她说 可现在还是要想办法安慰 瑶瑶 离开我你过得很好吗 郭瑶含着泪摇摇头 我过得不好 那一年我吃不下饭 也没有社交欲望 每天就躲在被子里哭啊哭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拿了张纸巾给她擦了擦 她和我说了 那个照片是屁的 关于那件事情 其实我不想多说 但是郭瑶提起来了 我也难免想要说两句 我也知道了 蒋言给我打电话了 可能是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他们破坏我们的根本原因 就是见不得我们过得好 另外就是 柳如烟有情感认知障碍 她分不清爱情亲情 她觉得都一样 蒋言就是利用这个 把我们几个都玩弄了 我一口气说完 郭瑶看着我 更是一句话说不出了 好了 以后我们自己的日子 我们自己好好过 好吗 你是我在这世上 唯一信任的人了 她激动的点点头 落地海长的时候 郭瑶和我说 这次有人来接我们 一开始我点点头 有人来接不正常吗 公司派人 然后郭瑶说的话 差点给我焊下出来 我爸妈和爷爷奶奶都来 她笑嘻嘻地说 我希望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在一起了 然后等我看到的时候 我的天啊 何止是长辈啊 七大姑八大姨的全来了 我一开始就是郭瑶家有钱 这么有钱倒也是第一次知道 情急之下我喊了句爸妈 差点尴尬地脚趾抓地 叔叔阿姨愣了一下 就接受了 你和瑶瑶的事我们都知道 你们两个能在一起 也很不容易 反正就是长辈的肺腑之言 说了一对 我认真听着 然后话风就不对了 我听瑶瑶说 你喜欢这个车 买就给你好不好啊 就当是新婚礼物 剩下的人也开始 一群人开始簇拥着我 我求助的目光给到郭瑶 郭瑶摇了摇头 没办法 他亲戚就是这么的热情 我们的婚礼很快就进行了 非常豪华 那天也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蒋延那边打来的 蒋延被击毙了 柳如烟也选择了自杀 听了之后我唏嘘不已 不知道他死前 能不能分清楚什么是爱 什么不是爱 怎么 郭瑶问我 我摇摇头说 他们两个都死了 我俩一起唏嘘 但也知道是合理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和瑶瑶的新人生 才刚刚开始 未来是给每一个 认真生活的人 无需承诺什么 我们的未来都会努力 就这样 我和郭瑶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全文完